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刚刚开始接触我这方面的时候 首先生活色彩性不一样 特别是你懂得全路一朝一夕 懂得怎么运用后 那个心情更是说不出来的喜悦 就像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孩 有一天他父亲问他学了什么 他就一上去把他父亲腿一半 真的 他就不说 他父亲就倒在地上了 然后父亲他也报名了 也报名也成为了学生 OK 那你觉得小朋友学习功夫的好处 是不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一个是强身健体 还有一个就是吸收中国文化 因为在这边长大的孩子 可能他除了父母 除非在家里跟他讲中文 或者专门送到中文学校 那其他其实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很少 可以通过学功夫这个途径 对对对这是传统的功夫 因为现在的武术有分两大部分 一个是属于现代武术 是中国政府为了适应奥运的需要 那个编排除了所有的传统功夫的部分 实战部分 是用于表演的性质 那属于那是大家所 脑海里所认为的武术 比如说扫堂土一个人扫过去 另一个人要在空中放一个跟斗 这在实战当中是不可能弱的事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扫堂腿过去 电影上是经常这么演的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功夫 扫堂腿过去后 你在空中放个跟斗 那不是一个活沙袋放在那边白打 所以 要是真的练到那个程度的话要多久 比如说您说的在空中翻一个跟斗 然后这个腿这样扫过来 这样扫堂腿吧 传统的功夫是不主张的 为什么它会伤死 首先它离开了大地 稳定性不够 在空中的时候 自己的平衡都很难掌握的 还有能量去跟别人搏斗吗 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 看了这种功夫 电影当然经常 那是为了因为 绝大多数人不懂的功夫 电影里头包括的 货源家里面拍的那些 可以说真实性只有30%到40% 其他很多不属于 李小龙的功夫呢 你觉得 李小龙他也为了电影的需要 也有电影科技出来的效果 实际上就是说 在我们真正的生活中 是很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 就是说做不出那种高难度的动作来 但是没有必要 OK 那您觉得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 就是说 您觉得这个小朋友 和这个成人学习的功夫 有什么不同吗 小朋友首先要培养小朋友的爱好 如果没有爱好 做前提 要靠家长压着他 硬押去他 那是没有的 那是适得其防 所以我对小朋友的教育 是从养恋用三者结合 什么叫养恋用三者 养生 养生 告诉他们一些养生的基本理论 练 告诉他们要怎么练下去 会达到什么效果 用就是死障 比如说那个小朋友 四岁半的小朋友 把他父亲给撂倒 那就随时 但同时也引来一个问题 那个小朋友开始是 经常被 根据他父母讲 开始是经常被 别的小朋友欺负 后来他反过来会欺负别人 所以说武德方面的教育 教育是相当重要 武德 对对对 后来经过几次教育后 他父母讲已经 靠倒了 是是 那会不会有的小朋友 他一开始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父母希望他来学武术 是有这种的 然后通过老师的引导 或者是激发他的兴趣 因为有些兴趣 可能是他是埋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 表现出来的 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有的 那小朋友 你在教小朋友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根据他们的 身体的发育的特点 发育的过程 给他们就是说 量身定做一套 就适合他们学习的 是有的 比如说我的学生当中 有些是腿做过手术的 那就根据他的具体特点 编排就是 自己组织 适合他的program 比如说他腿 做过手术了 里头很多钉子钉在那边 总不能让他这个 常会的双腿 去听了啥代 不可能 通常如果小朋友 刚刚开始学的话 有一个什么拳法 或者什么比较容易上手吗 一开始学 或者是能引起小朋友兴趣的 一开始 比如说模仿一个动物 什么 少林犬 是 少林犬 主要是 虎鹤 蛇 模仿动物的 蛇虎鹤蛇龙 OK 几种 模仿动物 是吗 是不是他们就比较感兴趣 模仿这些动物 或者是小朋友 有没有这种 可以拿一个什么器械 比如说棍 棒 有 比如说 经常去面 小朋友 一个坏人 拉着一个 比如小短棍 帮我向你砸来的时候 怎么处理 OK 他们学到这一点点 小小的技巧 就很高兴了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谢谢 叶师傅给我们的分享 好 到这儿也到了 我们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或是您想提供 文故事素材给我们的话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电邮信箱 和传真号码和我们联络 我们的E-mail地址是 Mandarin at Chinam.ca 传真号码是 604-678-3880 最后祝福大家天天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综艺长廊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